監視器拍下城大校門口 一台轎車衝超快 一路亂撞 事空飛越整條馬路 狠狠撞噴一堆人車 再看一次轎車衝破校門 擦邊擦點撞到警衛 撞到一台汽車 六台機車噴飛 連撞七車 釀成一死四傷 42歲女騎士 當場殘死 從第一個角度看 轎車衝出來 弄得咪咪貓貓 還噴出一堆煙塵 校園明明限速25 適當高速再開嗎 城大學生更爆料 照室的學校員工 根本是開快車的慣犯 照室駕駛工稱是 癫症發作才暴衝 但有病史 為何還可以開車上路 如果有患病的人 他必須主動切解 他隱匿好了 他沒告訴我們 我們是沒有辦法得知的 所知道是過去 他確實在館內有化病的紀錄 全然依過失事死罪 依送 目前規定 癫症長期不發作 可以烤照 但沒兩年 煥發一次 警方證實嫌犯 駕照上沒有助記 癫症病史 也從來沒有換過照 嫌犯自知有癫症病史 還隱瞞 離譜開車上路 卻無法可罰 真的太扯 就算註銷駕照 也已經來不及 一次癫症發作 猛彩油門不放 暴衝把人活活撞死 驚悚瞬間 嚇死人 記者戴冠章台南報導 工作上兩個乘客大聲標罵問候對方父母 老人家也沒再怕中氣十足繼續回嗆 行進重工車炮火猛烈 司機一聲不吭 原來才剛被罵過 事發在台北市信義區 疑似有乘客反映 阿嬤上車沒刷卡 司機好心提戲 沒想到阿嬤 惱羞成怒 時空爆炒 全被其他乘客拍下 台中還有阿伯 想把超大花盆搬上公車 被司機制止 這樣不合規定 老先生卻反嗆 開好你的車就好 依照豐源 客運規定 阿伯搬上車的花盆 高六十公分 直徑五十公分 實在是太大了 除了佔空間之外 不小心破碎 可能害人受傷 雙方堅持了四十分鐘 炒沒完 最後司機報警處理 阿伯才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 影響全車乘客 記者 春光日雲杰台中報道 三間半夜 農機航燦出火車全面燃燒 一樓鐵卷門被燒到通紅 消防隊員用電鋸鋸開灑水灌救 農機航不斷傳出爆炸聲響 附近住戶嚇到趕緊逃命 這時消防員架梯爬上隔壁頂樓 同樣用電鋸鋸開三樓鐵皮加蓋 經過約兩小時搶救火師撲滅 經不搜救 在三樓發現屋主一家屋口無人生還 屋主媽媽接到消息赶來 當場崩潰痛哭 這期死亡火警發生在台南市六甲區的 一間農機航 十三號凌晨兩點四十三分 發生火燒錯 消防人員到場發現一樓大門 被雜物阻擋無法救援 趕緊架梯到鐵皮加蓋的 三樓陽台搜救 最後在後面算一場發現 老闆 老闆娘 大兒子 小兒子 和年紀八歲的小女兒 全部明顯死亡無法辨識 大兒子一度逃到屋外 為了救爸爸媽媽和弟弟妹妹 又衝回家裡 大女兒則是因為跟團 在國外表演逃過死結 一家人怎麼會全部受困三樓殘死 初步調查 起火點在一樓 懷疑可能是離電時爆炸起火導致 當時一家屋口在二樓 有臥房 如果火煙不大 可以從下樓逃生 但火跟煙都很大 就要往外或是往窗邊逃生 但農機行 鐵皮加蓋的三樓 陽台封死 完全沒有出入口 後方曬一場鐵窗也鎖死 根本無路可逃 如同鐵棺材一樣 平時鐵窗就要預留 這個逃生口 農機行大火 從一樓到三樓 全部堆滿雜物 民宅內還有天井加速 火勢蔓延 最致命的是一樓 完全無法進入救援 再加上三樓 鐵皮加蓋沒有出入口 導致全家人無法逃生 緊緊相擁 命喪我哭 記者來觀察王書宏 台南報導 歡迎男子金花逃竄 先著躲在角落 隨後轉身就跑 突然又往前狂奔 還不時回頭張望 似乎發現有人來了 再次折返 沒穿鞋打得赤腳 路邊圍翔不高 男子三兩下翻牆 跳了進去 偷偷摸摸 進到民宅內 大肆搜刮一番 原來他市民同氣犯 從分局逃跑 他米的吃 可能看到這邊的家 我一想到家 在這裡飛就跳到米 後來收拾 裡面撞出 我當下是很冷靜的 我不敢出聲 我叫我女兒趕快報警 很害怕 我覺得說我很沒命 回想釋放當下 屋主人心有餘悸 實在很驚恐 通信犯前腳剛走 警方就來家裡找人 等不到幾分鐘的時間 監視冰視車全被偷走 大概十來萬 我不知道為什麼 分局會這種情況跑掉 其實這個很可怕 如果他當時有槍的話 或者是怎樣進入民宅的話 其實是一個非常危險 釋放在13號下午夾一線 監視前犯是毒品偷竊 同氣犯 在市區從事不法活動 警方將他和女友逮捕 帶到水上分局偵查隊時 為了方便他們用餐 才會拆下手銬 結果嫌犯動起歪腦筋 竟從分局後門溜走 創建民宅偷竊 警方最後只找到髒車 但人至今下落不明 嚴警發現後立即追捕 曾經患 年齡41歲 左腳有刺青 發生如此烏龍事件 附近住戶心慌慌 萬一嫌犯闖進家中 該怎麼辦 希望快點找到人 正假以做報道 寶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